以西结书的43章 以西结书43章 我们一起将以西结书43章念过一遍 以西结书43章第一节 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 就是朝东的门 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 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 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 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 我所见的异象 那异象如我在迦巴鲁河边 所见的异象 我就俯伏在地 耶和华的荣光 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 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 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 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 有一人站在我旁边 他对我说 人子啊 这是我宝座之地 我脚掌所踏之地 我要在这里住 在以色列人中 直到永远 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 必不再玷污我的圣民 就是行邪淫 在西安的高处 葬埋他们君王的尸首 使他们门槛 挨进我的门槛 他们的门槛 挨进我的门框 他们与我中间紧隔一墙 并且行可证的事 玷污了我的圣民 所以我发怒灭绝他们 现在他们当从我面前 远除邪淫 和他们君王的尸首 我就住在他们中间 直到永远 人子啊 你要将这殿 指示以色列家 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 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 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 一切事惭愧 你就将殿的规模 样式出入之处 按一切形状 典章 礼仪 法则 指示他们 在他们眼前写上 使他们遵照 殿的一切规模 典章去做 殿的法则 乃是如此 殿在山顶上 自为的全界 要称为至圣 这就是殿的法则 十三节 以下 梁祭坛 是以轴为度 这轴是一轴 灵异掌 底座高一轴 边宽一轴 四围起边高一掌 这是坛的座 从底座到下 层凳台 高二轴 边宽一轴 从小凳台 到大凳台 高四轴 边宽一轴 坛上的供坛 收四轴 供台的四拐角 上都有脚 供台上十二轴 宽十二轴 四面见方 顿台长十四轴 宽十四轴 四面见方 围起边高半轴 底座四围的边 宽一轴 台阶朝东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主耶和华 如此说 建造祭坛 为要在旗上 献凡计撒血 造成的时候 典章如下 主耶和华说 你要将一只公牛犊 作为赎罪祭 给祭司立位人 撒都的后裔 就是那亲近我 侍奉我的 你要取些公牛的血 抹在坛的四角 和凳台的四拐角 并视为所起的边上 这样洁净坛 坛就洁净了 你又要将那座赎罪祭的公牛犊 烧在殿外 圣地之外预定之处 次日要将无残疾的公山羊 献为赎罪祭 要洁净坛 像用公牛犊 洁净了一样 洁净了坛 就要将一只无残疾的公牛犊 和羊群中一只无残疾的公绵羊 奉到耶和华前 祭司要撒盐在旗上 献与耶和华为凡祭 七日内 每日要预备一只公山羊 为赎罪祭 也要预备一只公牛犊 和羊群中的一只公绵羊 都要没有残疾的 七日祭司洁净坛 坛就洁净了 要这样把坛分别为圣 满了七日至八日以后 祭司要在坛上献你们的凡祭和平安祭 我必悦纳你们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阿们 非常感谢主耶稣 我们将以西结书43章读过一遍 从以西结书的结构来看 它从40章过后 是讲到了圣殿 新圣殿的重建 有人说这个圣殿是一种可能是真的物质的重建 所以很多人在可能是像是犹太人 他们可能也很在等待这个圣殿的重建 可是如果我们因为这个是以西结书 在异象当中所看到的 所领受到的 那可是一直到现在 即使以色列人他们复国归回了 可是这个殿都还是没有像这样子一样的殿出现 所以我们如果从里面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是在讲一个属灵的圣殿 有几节经节呢 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下 我们可以先在这边做一个记号 等一下还会翻回来以西结书的43章 我们请看使徒行传17章24节 使徒行传17章24节 这边看到 我们所敬拜的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祂是创造的神 所以祂不会住在人手所造的物质的殿里面 所以如果是一个物质的殿 那这个其实已经没有这么的有荣耀 可是如果神祂没有住在这种殿 那真的是很荣耀 那这个殿是什么呢 我们来参考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 十六节 从这边可以看到 神的殿就是所谓的神拣选的信徒 就是你们就是这个信徒 那要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 所以我们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看 神这个圣殿 就是指着信徒本身 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那也是复兴的一个真教会 会重建 所以以西结书四十章过后 是讲到了末后这段复兴的荣景 我们再看回来以西结书的四十三章 以西结书的四十三章 那从这个以西结书的第十章到十一章 他讲到神的荣耀离开了 那因为当时的选民作恶多端 得罪了神 所以神的荣耀 神的荣光渐渐的离开 从这个圣殿 最底然后一直生生生 那就离开了 那一直到了四十三章 四十三章之后 神的荣耀回来了 那当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 第五节有说 最后那边有讲到 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电 当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电的时候呢 代表神就与这个地方同在 所以在旧约 摩西立起会幕的时候 神的荣光充满着会幕 那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 神的荣耀充满圣殿 那甚至祭司都没有办法公职 所以我们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看 那现在神的殿 就是属灵的真教会 也就是那小 甚至到我们每一个信徒 那所以四十三章 他是在讲神荣耀的回归 那四十三章跟四十四章 可以一起看 因为神就是在教导他的百姓 要重新建 建筑这个属灵的完美的圣殿 那并且呢 还要恢复属灵的敬拜的模式 因为当时他们这些选民 得罪了神 有敬拜可是 没有属灵的那个样式在里面 所以之后这个是要开始恢复 真正神期待属灵的敬拜的样式 那我们来看到这整章 我们可以简单的分成三个段落 从第一节到十二节 是讲到神荣耀回归圣殿 第二个段落是十三节到十七节 讲到的是神只是祭坛的规格 那十八节到二十七节 是讲到神只是献祭坛的典章 也就是怎么献才合神的心意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段落 从第一节到十二节 讲到的是神荣耀的回归圣殿 那从第一节讲到 以后他带我到一个门 就是朝东的门 第二节 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 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 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 第二节讲到说 神的荣光从东边而来 那表示神从东边来 这个是如果我们有在读圣经 我们相信这本圣经 我们会一直看到 神是从东边来的 那有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信息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四十六章 以赛亚书四十六章 十一节 以赛亚书四十六章 十一节 以赛亚书四十六章 十一节 十一节 我召至鸟从东方来 召那成就我仇算的人 从远方来 我已说出也必成就 我已谋定也必做成 这边有讲到 神的一个工作 这边是从第十节就有讲到说 这个是起出子民末后的事 表示说神的救赎计划在末后这段时间呢 他讲到十一节有一个从东方来的字鸟 那这个字鸟可以说是神的一个工人 那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神的使者 可以指责是一个人 那也可以说是一个群体 从东方世界的东方会有一个群体出来 代表神的工人 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二十四章 以赛亚书二十四章 十五节 以赛亚书二十四章 十五节 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 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名 这边讲到 这二十四章 我们可以说是小的 甚至是更小的启示录 他讲到面临最后末后的审判 那神的作为呢 他有讲到 会在东方荣耀耶和华 那就是世界的东方 有一群人 跟犹太人所拜的耶和华 是同一位神 那在世界的东方 那众海岛也要荣耀神的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东方 世界的东方有神的作为 那拜同一个神 我们再来看启示录 启示录的第七章 启示录第七章第一节 启示录第七章第一节 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 指掌地上四方的风 叫风不吹在地上 海上和树上 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天使 从日出之地上来 拿着永生神的印 他就向纳得着权柄 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 大声喊着说 地和海并树木 你们不可伤害 等我们印了我们神 众仆人的额 我们看到这边 启示录最后有预言 他说第一节看到有四个天使 掌管地上的四个风 但是呢 印有一个天使 第二节讲到的 这个天使 他的原文是使者 所以我们也可以指着 是一个群体 神的一个工人 他从哪里来 日出之地 日出之地 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也就是东方 从东方来 带着永生神的印 那这个印是什么呢 这个根据哥林多前书 第一章二十二节 这个印就是 圣灵的印记 有着圣灵印记的权柄 又从世界的东方 日出之地上来 那 这个四个天使 都在等这个 十则盖印 要印完额了 他这个风才会起 印还没额 额印额还没有结束的话 风不会起 因为他说 等我们印了 我们众仆人的额 要盖圣灵的印记 所以 如果 这个 我们是 可能是我们的 木道朋友 那 如果我们相信 圣经的预言 神在末后的作为 会从东方 那这个十则 我们也可以说 是指着 神的教会 神的教会 要从世界的东方起来 并且拿着 有圣灵的印记 盖额 那 如果是我们本会 真耶稣教会的信徒 我们看到这边 应当要非常的确信 这是指着 我们真教会所说的 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同在 我们是从世界的东方 起来的 很多人的这个 基督教 都是所谓的西洋教 从西洋那边传过来的 所以以前我们会说 这个是外国人的教 可是 真耶稣教会 是圣灵亲自建立的教会 从世界的东方 中国 北京 自己 圣灵亲自建立的 所以 我们看到圣经 跟圣经的预言一模一样 完全吻合 从世界的东方 从东到西 会传遍世界之后 那应完而了 风就起 这个是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的 那也是以西结书 要复兴属灵圣殿的一个开始 我们看回来以西结书的43章 以西结书43章 第二节 第二节 我们刚刚讲到 以色列的荣光从东而来 复兴圣殿的荣光 是要从世界的东边 东边来的 那我们再看下去 他说 圣一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 那根据启示录一章15节 那是人子 耶稣基督的 种水的声音 那是一种天上的声音 那并且呢 这个 这个意象 以西结他看到了 那第五节 之后灵就把它举起 以戴户内院 不料神的荣光充满了殿 也就是说 属灵的圣殿完成了 那一旦完成了 神的荣光才能够住进来 那从第六节以下 就看到 这个讲话的 他说有一个 从殿中对以西结来讲话 那之后呢 我们从第七节以下 可以看到 这个讲话的就是神 那他就说 人子啊 这是我的宝座之地 是我脚掌所踏之地 我要在这里住 在以色列人中 直到永远 从第七节看到说 神要在这个地方住 那如果从整本圣经看下来 神有提到 有几次要与他的选民同住 第一个就是会幕 他说这个是我要住在这个地方 那并且之后就是圣殿 所罗门建殿之后 神说我要住在这个地方 那并且还有一个 名字就是一个山 叫做西安山 这个是神的山 神说我要在这边居住 因为这是我所拣选的 那并且到了新约 那又讲到了 就是神的教会 就是圣灵居住的所在 所以一旦看到神要住在这边 就是神的圣殿 他要住在这个地方 表示就是属灵的真教会 要有神的同在 神会住在这个地方 那真的是属灵真教会的 重建的一个圣殿 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四十三章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种信心 看到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经历这一段过程 重建属灵的圣殿 因为神说他要再一次的住在这个地方 那他要怎么住呢 那就说 以色列家的君王 不再玷污我的圣民 行邪淫 在西安的高处 葬埋他们君王的尸首 那就是说要整个除境污秽 所以第八节 他有说要把那些 中间这些可证的事情 他们玷污我的圣民 我发怒灭绝他们 那现在呢 他们当从我面前远除邪淫 和他们君王的尸首 我就住在他们中间 直到永远 所以要神荣光 神继续住在他的教会当中 神的圣殿里面 就是要除掉这些罪恶 除掉罪恶的事 神才住进来 那他们之前 这些选民他们之前就是 行污秽 所以荣耀离开了 可是43章看到荣耀回来了 那前提是要把这些污秽除境 那看到第十节 第十节到十二节 他有指示 要量电的尺寸 十节说 人子啊 你要将这电指示以色列家 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 惭愧 也要他们量电的尺寸 你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 你就将电的模式 样式 出入之处 和一切形状 点章礼仪 法则指示他们 在他们眼前写上 使他们遵照电的一切规模 点章去做 从这边看到 神指示 一个 他的属灵的敬拜的仪式 那 指示 要指示他们之后 他是说 要 并且 要让 因自己的罪孽 觉得惭愧 要神指示 一条明确的道路 要惭愧 那到了末后 因为他说要量电的尺寸 所以 尺寸代表 神的一个准则 有一个准则要量他的圣电 那我们一开始有说到 圣电 小也可以指着我们人的心 我们人的心也是神的电 神要量我们的心 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的十一章 启示录十一章 第一节 启示录十一章 第一节 第一节 有一根尾子 赐给我 当作良度的帐 且有话说 起来 将神的殿 和祭坛 并殿中礼拜的人 都量一量 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 不用量 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 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 这边讲到在末后的时候 神要量他的殿 将神的殿 祭坛和殿中礼拜的人 都量一量 那如果在殿外的 那不用量是给外邦人 所以看到 神在末后的作为 他要量 表示他有一个规模 要有这个规模 规范 他才能够量 里面殿中礼拜的人 那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 那因为神的道理的标准在这边 那我们没办法达到 所以他才说你要自觉惭愧 我们看回来以西节书43章 43章第11节 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事 一切是惭愧 这个就是说 我们要 因为达不到神的标准 那因为神 才指示了这个属灵的规模 那对我们今天来讲 这个惭愧就是代表着一种 圣灵的更新 因为约翰福音16章第8节 说当圣灵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 所以我们惭愧 那觉得惭愧之后 神会把他的典章教导我们 那并重新建立这个殿的时候 我们看到12节 殿的法则乃是如此 殿在山顶上 四围的权界要称为至圣 这就是殿的法则 所以看到这殿 有两个要求 第一个 在山顶上 第二个 四围的权界称为至圣 在山顶上表示 这个是属天的 重新建的这个圣天 是在天上的 属天的 不是在地上 那并且呢 四围的权界要称为至圣 要分别为圣 要分别为圣 所以属灵 真正属灵的殿 是有别于世上 地面上的一些殿 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来思考 我们有没有把我们心的殿 建在山上 还是我们是建在地上 跟一般的人一样 真正属灵的 它是要在山上的 而且四围全界 都是要分别为圣 因为那个是神的圣殿 那从第一个段落 看到神荣耀的回归 从东边而来 建立圣殿 并且要除掉污秽 当我们自觉惭愧的时候 神将他的规模指示我们 那我们就可以把神的圣殿建在山上 这是第一个段落告诉我们的讯息 那看到第二个段落 13节到17节 讲到的是 神指示祭坛的规格 那这个段落他讲到了 这个祭坛有四成 底座最下面的就是底座 13节讲到的那个底座 然后再上去 这是14节讲到的小凳台 那再上去是这个大凳台 那最高的是15节讲的这个供台 所以这个祭坛有四成 那是这个 有点像那个蛋糕了 这样叠上去 那这个祭坛是新的属灵的祭坛 那他对照如果旧约的那个祭坛 比旧约的祭坛还要大 祭坛大表示说 你上面的贡物可以放的比较多 那表示赎罪的恩典 神开恩 那甚至 很多人愿意来献赎罪祭 那表示说 这个会容纳越来越多的人 那赎罪的功效也是越来越显明 这是这个第二个段落所告诉我们的讯息 那我们看到第三个段落 18节到27节 他讲到的是 神只是献祭坛的一个点章 那18节他有讲到说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主耶和华如此说 建造祭坛 为要在其上献凡祭洒血 造成的时候点章如下 所以 从18节以下 甚至到44章 这个是在指明 新的 这个属灵的点章 要怎么献啊 所以以下是这样子介绍 那他介绍 这个是介绍祭坛 那祭坛之后 他有讲到 其中他有讲到一个人 很特别 19节 主耶和华说 你要将一只公牛犊 作为赎罪祭 给祭司立位人 撒都的后裔 就是那亲近我 侍奉我的 这边有讲到一个 撒都的后裔 那圣经说 他是亲近神 那侍奉神的人 那并且这个撒都的后裔 特别的在这个时候被提出来 我们来看 以西结书44章 第15节 以色列人 走迷 离开我的时候 祭司立位人 撒都的子孙 人看守我的圣所 他们必亲近我 侍奉我 并且势力在我面前 将支油与血献给我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 就近我的桌前 侍奉我 守我所吩咐的 所以这边一样 我们一开始有说到 43、44章 可以一起看 因为他在讲 要如何重新的 有心灵 心样的献给神的祭 那又有讲到这个撒都的子孙 因为当时以色列人走迷的路 就是没有人在守道理的 即使是祭司 立位人 可是这个撒都的子孙 却坚守神的道理 这个很不容易 所以他还看守神的圣所 在这种 别人已经没有在守道理的情况下 还能够坚守原本的属灵敬拜模式 神会纪念 即使那个时候别人可能会觉得他们很奇怪 可是神会纪念 所以特别提出撒都的后裔 遵守神道理的人 那并且这个坛分别为圣 我们看回来43章 从19节以下 他讲到了两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要先洁净坛 然后才奉献 这个20节 最后一句有说 你这样洁净坛就洁净了 所以他先开始洁净了这个祭坛 那洁净之后才能够献贡物给神 那第二个呢 他有讲到 并且24章 他有说24节 他说 祭司要洒盐在旗上 洒盐 盐代表着神力的踊跃 不会改变的 那表示说 这个祭物可以持久 不是一下下就结束了 那所以 之后呢 先洁净的坛 再奉献的 这个祭 有言在旗上 有持久力 26节说到 7日 吉以师洁净坛 坛就洁净了 27节说 满了7日 第8日以后 祭司就要献凡祭和平安祭 那这是 第8日 代表着是一种新的开始 那一旦这个新的开始 献凡祭可以满足神 那献平安祭可以与神来交通 那恢复与神的关系之后 献的这种共物 才能蒙神的悦纳 所以 这个是 整章看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 神的一个提醒 那从这一章当中 小弟提出几点 和大家来做彼此信仰上的勉励 有一些 第一点 从这一章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神的殿 从东边而来 就是我们的真教会 如果 我们 这个 我们现在正在收看 我们直播的 木道朋友 我们 真耶稣教会 确实符合圣经的预言 如果你也相信圣经的预言 如果你也相信 神末后的作为 是从世界的东方来的 那你可以来 联系我们 真耶稣教会 因为我们确实 就是圣灵亲自 建立的教会 在中国的北京 那甚至 不断看到 神的作为 就是从东到西 末后的作为 那 这个呢 甚至从以赛亚书当中 41章以后 有记载了一个 从东边来的一个工人 神的一个工人 历史上 是这个古猎王 他带领 以色列选民 愚民 可以归回 那 这个呢 也 那41章之后 他就一直在讲 这一个仆人 那 他怎么样怎么样 全世界都在等 这个东方来的仆人 那这个仆人 有一些特征 从世界的东方来 那我们讲到 有圣灵神的印记 并且在 以赛亚书56章 有讲到 这些人 他们守安息日 是外邦人 守安息日 这个神的教会 要守安息日的 那我们 真耶稣教会 都符合 并且要看得出 这种得救的要道 使徒的教训 那 有人说 这个是我们自己 华人的意思 这不是华人的意思 这是圣经的真理 圣经就是说 神 最后的作为 是从世界的东方 由东到西 传遍世界 那 这个 我目前 也是有传 我们真耶稣教会 也是 现在 真的 从1917年 圣灵建立之后 现在到了世界 66个国家 都有我们真耶稣教会 有不同种的人族 都相信同一个圣经的道理 甚至 本会的我们的信徒 应当要很确信 其实我们看到这边 应该心里要很振奋 因为我们相信 神的荣光从东方来 那第二个 从这章当中 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 殿要造在山顶上 是为至圣的 这个是四十三章十二节 告诉我们的 新圣殿的法则 有建殿 但是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殿 建在山顶上面 是否为至圣的 那还是认为说 我今天 跟 山下的一模一样 我们 越到这个末世 越坚守道理的人 越把你的殿盖在山上的人 绝对会受到逼迫 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十二节 十二节 不但如此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 敬前度日的 也都要受逼迫 有时候我们会想说 信耶稣不是要有平安喜乐吗 这个没有错 一开始信的时候 平安喜乐绝对会给你 可是呢 我们越守道理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一个常看圣经 常祷告的人 我们会发现 为什么我们的想法跟 周围的人越来越不一样 跟世界主流的价值观 越来越有差别 那我们甚至会觉得 我们好像自己很奇怪 是不是我自己很奇怪 越到末世这种逼迫 思想上 价值观越来越明显 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 敬前度日的人 我们要有受逼迫的那种决心 因为我们的城 我们的殿就是盖在山顶上 不是跟世界上 这个山下的人一样 要追求的就是这种 属灵的圣殿 为至圣的 要有一种真理的规范在的 第三点 从四十三章当中 我们可以学习 就是要照神的心意来 侍奉神 我们来看这个 罗马书的第二章 罗马书十二章 第二节 罗马书十二章 第二节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 存全 可喜悦的旨意 这边告诉我们 要过一个献活祭的生活 但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要变化 去寻求神的心意来献 那这个是四十三章告诉我们的 因为当初的选民 有献可是没有造神的心意献 所以神不喜悦 惹神的愤怒 荣耀离开了 可是今天要神的荣耀回来 就是要按神所规 这个指示的样式 点章来献 要寻求神的心意 所以 我们最后来看这个 马太福音的第七章 马太福音第七章 二十一节 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都不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当那日 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义能吗 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这边是给我们所有称呼 耶稣为主啊主啊的人 一个很大的提醒 可能目前在我们网路上 收看的 也有可能是我们 目道者 甚至你是一位基督徒 甚至你愿意 花这么多时间 查考真理到现在 表示你是一个 寻求真理的人 你可以看到我们教会 并没有什么 这个气愤 因为我们强盗的是真理 因为我们知道 即使有这么多神同在的经验 可是如果最后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 没有办法进去 天父的旨意就在这本圣经当中 所以我们也在这边 我们呼吁我们所有宗教派 我们要回归到圣经 遵行天父的旨意 因为这边告诉我们 要遵行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够进去 要有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 神才会悦纳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圣灵激励我们 可以主动寻找神的真理 神的真教会 今天分享到此